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下节目内嘉宾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子女经围埋谈,有陈芯怡也有最近很努力地搞游泳学校的方力申,方教練 我们继续谈谈小朋友游泳的问题 因为你很落手落脚 除了整个行政,整个项目是你去承认之外 自己也有落水,很享受跟小朋友一起相处 还有提过,去你学校到学游泳,贏当然要 但首先要学会怎么输,这是态度的问题 但说到贏输,我都听不少 身边有些教练的朋友,原来也挺大压力 可能有些家长就跟他说明 你帮我训练成绩,他要赢比赛,要赢 继续向前所谓的标准 即现在香港的制度,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去争取 于是有时他们就会说小不免要恶小朋友 我恶了他快五秒,不恶他就跟我万十秒 那你说我恶不恶 所谓严格地去训练,又或者恶又或者不恶 方教练你怎样看呢 其实真是,亡子成龙是个人都想的 但很多事情不是恶就恶得回来 我老爸经常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他就说他不会怎么逼自己的子女 因为他的子女,你可以看到 他的样子和性格都像自己的父母 即是说有自己的基因 如果你自己父母,问心自己都不是一条龙 那为什么你觉得你的儿子一定可以成为一条龙 为什么你要逼他成为一条龙 作为家长,我觉得只要能够拍得住自己 甚至乎超越自己父母的某些成就 我觉得父母已经是一个称职的父母 所以不一定他真的要成为一条龙 所以我自己以前的游泳 是因为我爸爸是游泳的 我爷爷也游泳的 所以他们觉得我有这方面的天分 所以就想栽培我游泳 也是有原因的 所以首先我会跟家长说 你们的期望要想想 如何去平衡一下 不是逼就逼得出来 小孩喜欢吗 小孩有天分吗 小孩有努力吗 另一方面就是 我们会培养他们的兴趣 正如刚才你说的 不是每个人都要逼他成为一个运动员 但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会游泳 因为游泳太重要了 首先游泳是一个很健康的运动 不会有碰撞 四肢也可以训练 也可以训练到心肺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游泳是一个求生的技能 千万不要以为五尺五吋高 在四尺水里面就不会浸出 你一样可以浸出 甚至可以浸死 因为你下水会很害怕 你看不到 你会硬脚 你会找不到地下 你喝两口水 你就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会游泳 但是每个人都不需要做一个运动员 但是我们会很鼓励他们 但是怎样去鼓励呢 就是可能做人也是 你设定一个目标 你不是一开始 小朋友当然很有趣 我以前小时候都说 我要做世界第一 但是其实我们教练就是 要给他们一些小小的目标 就是今天 你今天要踢脚 要踢25米 下次要踢30米 40米 给他们一些目标 当他们达到一些小的目标 他们就会想做更多 人是希望有进步 所以不是说 你今天永远就要跟别人去 贏隔离的人 即是不需要的 即是他们的真正心 他们会自己培养到 那你自己觉得 其实天资的比重佔多少呢 即是天资更重要 还是努力更重要 遇到对教练更重要 还是家长更重要 我认为你要去哪个程度 我觉得你要去世界第一名 那当然天资很重要 是,当然 但你要去到一个很理想的程度 譬如我说你要去到校队 要代表香港 甚至乎你希望可以得到奖学金 这些要求 天资也变得不太高 但什么都要有点天资 但努力是最重要 不努力就有天资也没用 当然是 对了,当然我们子女经常谈谈 可能看的家长都会比较小 正如我自己的小朋友 都像你这样说 态度问题 学会怎么去输 这个我都很记得 因为我之前有跟你提过 我女儿六岁 都开始参加游水比赛 其实她是慢慢的 不过她喜欢的气氛 喜欢参加 又和同学在一起 你知道 所以我就继续给她参加 试过有一次 其实他们都是游了25米 有个小朋友下游水 可能是第一次比赛 游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她突然很想上水 但是有个主持人 就说你继续加油 努力吧 一定要游卖她 大家拍手拍很久 其实整件事都搞多久 不过泳会也挺好 她给了小朋友 希望她可以完成她 但我女儿都忍不住 问她 妈妈为什么不让她上水 她那么辛苦 可能她很害怕 或者她怕臭 为什么不让她上水 然后我说 这叫体育精神 一定要完成她 但原来对于书豹来说 当你不经历 或者你见不到 或者你未遇过的时候 你不知道原来有体育精神 其实真的要在经验里 去教导她 对啊 其实这个就是 你说得很合 你教了你的女儿 这就是体育精神 她是可以上水的 但如果当她完成得到 但得到大家的鼓励 那可能她的满足感会更大 这个我还没试过 用婴儿画和小朋友说 这个你就有多经验 至于我觉得 比赛或小朋友怕输 其实全都是看家长如何灌输 例如我也有说过 原来我弟弟 我弟弟觉得没有我那么好 但原来我家长 即我爹和妈妈 她觉得她有最好的时间 或者她已经进入了头八名 她的表现是更开心 抱着她来疼 其实小朋友很多时候 她全都是看父母的颜色 眉头眼睛 那时候你会不开心吗 我说第一,你不抱我 我小弟弟大发,你抱他 我不会,我很成熟 你这个人不好 我已经去到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你运动员有时候 你已经由开始 达成父母给自己的要求 到达成教练给自己的要求 到最后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所以我已经自动达成功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一开始 他怕输的那些 其实某程度 我觉得可能是家长 或者是教练给他的一些压力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不需要 那我想问你 我不介意我的荣会 是由包尾那些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给他的环境 慢慢做到 一定会有人才出现 是,绝对相信 但是我记得上一集我都提过 因为开始会有些家长 直接跟他沟通 又说我小朋友 不能跟他跟我一起 因为他一定会输 于是我就怕他失去了 他不肯再游 或者他真的不能输 譬如遇到这些所谓的要求 那你会如何处理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 即我们这些客户服务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因为如果不是 我们可能真的会叫他们 不如你们一起游 一起游 如果有个小朋友 他真的预认是这样的 那可能我们真的要知道 或者我们可能要小心一点 是 或者我们灌输给他知道 不要紧要的 他比你更多 你慢慢的 你自己 或者我会跟他说 其实不需要跟别人比赛 自己有进步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家长 跟我们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的 意思就是 你又不会立即他做家长 因为他不得他一定要学书 也不是这样 只不过就回小朋友 就开始慢慢循序漸进 给他一些信心 你的信心是不是很重要 对于小朋友 为什么他们会害怕输 其实你看到那些小朋友 为什么会害怕输 因为 因为可能 我妈妈不想他输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从小会培养到他 害怕跟别人比较 那些都是性格 自信心问题 但是 真的要通过训练 运动 或者有时通过 朋友 自己的同学 慢慢去改正他们的心态 我感受到的是 小方也是比较正能量 希望你学校都可以 发放到你的正能量 去教育小朋友 最多培养到他们的兴趣 但是 等于学琴一样 你总要捱过那一关才可以 彈到下一个更强的琴 你游泳也是 你要捱过那一关 然后你才可以 拿到那五秒十秒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说 十秒可能 已经太多了 那一关也很长 而且很高 过完一关 又一关 真的要捱过辛苦那一刻 像你所说 都是要看小朋友 自动球 就像我去到那个程度 我自己要求自己 还是作为教练 是可以有方法去鼓励到 即是一个教练 是否真的可以 推动到一个小孩 令他有一个突破性 或者一个进步 你觉得最简单 当然是勤力 游得多一定会快一点 是 很多人 我未教游泳班 都问我 方先生我怎样可以 游快一点 或者我怎样 你不如收拾我的姿势 是 然后我就问他 那你一个星期游泳 有没有游泳两次水 三次 我说我一个月也有一次 那我就好像很大师级那些 就这样 嗯 当你一个星期游泳两次的时候 你才再问我 拜拜 因为很简单 你都没有练过 你这样问我 我教了你 你都没有练习 是吧 你已经未去到 真的需要去学那样东西 因为我也不觉得 你想他有这样的进步 是 所以其实小朋友也是一样 其实游泳真的是一样 游泳是 你不游 你不游一天 你基本上要两天的时间 一倍的时间才可以追回 你不游一个星期 你可能变得不止一倍了 可能要一个半星期 你才可以追回 像我那样 我没有10年 追不回 所以我只可以教 是的 当然其实 还有很多话题想问你 以及说真的 游泳学校都是你的心血 究竟大方向是怎样 又或者我们是怎样去训练的 我们不是为了跟别人比较 但我们经常都说 在坊间里面 有很多好的导师 好的学校 很好的来源 但我们要找最适合小朋友 所以我乘机邀请你 下星期我们可以再多说些 说一下 关于学校里面的教育方向 或者小朋友 为何可以游完一小时 游完一小时 再叫自己留同一小时 遲些未必可能 但我们这个时候 要先说再见 下星期再和大家说更快